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你们还记得七年前的王者荣耀吗 你还能认出这些英雄头像和装备图标吗 那个时候李白可谓是峡谷绝对的人气第一 在选取敏月之力皮肤人选之时 几乎以断层式的票据稳居第一 而且当时李白还常驻班位 是无数人眼中大神的代表英雄 还有什么三指拉四野 复活甲换名道都能在小伙伴面前吹一吹了 那个时候断位还没有新药 钻石就是直接王者 只有在当天排到全区前50名才能晋升荣耀 当然也不知道什么排名 只是看着屏幕上荣耀王者四个大字 就会感到格外开心 其实对抗路坐牢 从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伏笔 当时还没有对抗路和发运路之分 也没有辅助要帮抢中线一说 上路老哥只能裸出一手冰心 不停的吃药缓解对线压力 那大多数兄弟可能知道 当时有个射手拿一红的小套路 但其实在编路的开局也会先吃个小蜥蜴 而那时的达野不会有什么怨言 发的最多的信号是为主发育别浪 说的最多的是兄弟们挺住 等我来抓 你这个发干的漂亮呢 挺有故事的 下回请你细说 那再到后来有了辅助帮打野打buff的打法 但还没有宝石不分经济的机制 通过那种不分经验的辅助 都觉得自己是遇到了人间真爱 你们可能不记得了 在当时的周年线 除了有免费皮肤 王者还会给玩家们写信 上面还记录着你出入峡谷的日期 还有王者自己的生日 信的结尾署名是爱你的王荣耀 那时很多人每天都在期待10月28日 期待新一年的周年皮 在这里想考考大家 有多少人记得当时除了李白之外 另外两个B班的英雄是谁吗 还有人记得要自己第一次 上王者时的英雄吗 那第一次上王者的心情 还有人记得吗 最近看大家都在怀念曾经的王者 现在回头看看什么坐牢 抗压被分经济 是不是当时就存在了呢 你们说王者再过个七年 会不会觉得现在反复回城 和干的漂亮也是一件趣事呢 最后大家回顾一遍 王者历年来的登陆界面 你们七年在王者遇到了哪些趣事呢 在评论区分享出来吧